盗墓的影视剧 估计不少人曾都看过 也都知道盗窃古墓葬那是违法的行为 然而有些人还是被利益所驱使 前段时间安徽定员的警方就抓获了几名盗墓的摸金校尉 这个被民警抓获的男子姓周 警方在他家里发现了大量盗掘出来的文物 那么这些文物是怎么来的呢 去年11月 定员警方在侦查中发现 有人在市面上贩卖文物 于是立即对线索进行追踪研判 经查 三名嫌疑人分别是周某 张某和刘某 锁定三名嫌疑人后 定员警方将三人抓获 并缴获了大量的文物和探测器等物品 三人对于盗窃古墓葬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后警文物部门见面 周某等人盗化的古墓葬 均为战国之汉代时期的古墓葬 那么道德的文物均为汉代时期的文物 具有交过的历史研究价值 其中国家二级文物一间 国家三级文物两套 古墓并欠余美 以及大量其他的山文物 目前 三名嫌疑人已经被定员警方刑事拘留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